这是朱荣浩的自拍 这是朱荣浩拍下的火星 一片荒凉崎岖的红色平原 这是一百多年前 意大利天文学家绘制的火星地图 火星俨然和地球一样 充满生机 1610年 伽利略开始用望远镜遥望火星 半个世纪后 人们就发现 火星有着和地球相近的自转周期 19世纪 人们一度以为 火星上存在人工建造的运河 因此引发关于火星生命 和火星文明的种种猜测 虽然运河假说被证明是个误会 但直到上世纪中 火星人的恩怨情仇 都吸引着大众的注意力 朱荣浩去火星找什么 人们迫切希望解开火星生命的谜团 但是通往那里的路程 显得格外曲折 根据NASA统计 人类历史上的火星探测项目 完全成功的不到五成 六次惨烈的失败之后 人类才获得来自火星的第一组照片 但是这些照片彻底击碎了人类的幻想 火星只是一颗荒芜的星球 上面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小 失望之余 人类的探索并未停止 70年代 任务进入地域难度 着陆火星 1975年 人类的探测器才第一次登上火星 并且传回照片 这一次 红色星球终于没让地球人失望 随着探测不断深入 火星上种种与水相关的痕迹 展现在人们面前 冲钩 河床 峡谷 三角洲 冰川 研究显示 火星上很可能一度存在大量的水 在地球上 水有固态 液态 气态三种形式 但在如今的火星表面 大气稀薄 气压太低 水的沸点只有零下五度左右 冰来不及融化成水 就会蒸发 液体水很难长期存在 然而大量的水可能就藏在火星的地下土层中 火星上的水在哪里 这个问题 关联着火星历史上可能的生命 也关系着人类在火星的未来 中国首次任务就一步跨越了 到达火星 着陆火星两大地域难度 中国由此成为第二个成功在火星表面开展探测的国家 火星上关于水的谜团也等待着中国人的挖掘 祝荣号着陆的乌托邦平原就被认为是火星古代水域的所在地 近年的分析则表明 它的地下很可能蕴藏着体积达8400到14300立方千米的兵 相当于500到850个洞庭湖 为了进一步揭开乌托邦平原地下的秘密 祝荣号携带了一台次表层探测雷达 它拥有高频低频两个通道 分别用于浅层和深层探测 雷达发射电磁波 遇到不同的目标产生的散射和反射回波信号也不同 通过分析这些信号 科学家就能了解火星地下的结构 进一步揭开火星上水资源的奥秘 但是火星环境极为苛刻 在那里开展科学探测非常艰难 火星遍布松软崎岖的土壤和沙地 这会给火星车带来麻烦 对此 祝荣号应用了主动悬架技术 在车轮发生大沉限时 祝荣号抬升或下降主动悬架 改变了间距 由摇臂结构提供推动车轮前进的动力 实现车体无动 从而脱离沉限区域 除此之外 祝荣号还凝结了多种黑科技 任务期间 他身上的六项载贺 将对火星的地表物质 磁场和大气展开一系列研究 祝荣号走出的每一步 都让人类距离火星的迷迷更近 也让人类向着宇宙的未来 迈出新的步伐 想离火星更进一步吗 未来火星之家 全国青少年星际挑战活动正在进行中 即日起 登陆挑战活动个人组报名通道 雪儿四网校APP 即刻参与 雪儿四邀你来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